Hello大家好 今天我们炒面 我们做上海粗炒 那所谓的粗炒呢 就是面要用粗粗的 像小圆柱那样的 粗粗的 还不是光光的宽 那如果你买不到 或者不爱吃 你就用其他规格的来替代 今天我用的也不是正宗的粗炒面 那上海粗炒呢 除了要用到肉丝以外 还要用绿叶菜 那夏天呢 我们一般用鸡毛菜 那过了鸡毛菜季节呢 我们就用菠菜 或者上海青菜的菜心 菜叶把它破开来用 今天我是用菠菜 那肉丝呢 我们先给它调味 浆一下 放少许盐 一丁点糖 料酒 先拌匀糖 最后给它一勺淀粉 再拌匀待用 这边水煮开后 下面调鲜 今天用的是新鲜面 那新鲜面没那么干 水煮开后呢 可以不用换水 直接加小半碗清水 让它再煮开就成了 那炒面条的面呢 不要煮的太烂 要稍微硬在底 这样呢 吃起来有嚼劲 然后呢 我们把这锅水就倒掉 面条呢 清水 你最好再冲一冲 那炒的时候就不会糊糊的了 接下来煸炒肉丝 那这道工序呢 你可以在煮面的时候同时进行 肉丝煸炒到变色发白 洗锅先 再放油炒面 那炒面的油好不怕多 如果你中爱猪油的话 可以放猪油特香 油温温的面就可以下锅 放老抽鲜 颜色深浅和自己的心意就好 这样翻炒到它冒热气 然后加糖 拌匀后 尝味道 咸蛋再自行调节 接着肉丝下 最后菜下 那绿月菜可以多放一点 它缩水很厉害的 你可以分批放 那等菜全部缩水后 就可以装盘了 那装盘的时候呢 装盘的人要心细一点 不要这样一下子朝里面倒 因为这个面条还在打结的状态 要这样一条一条 装在盘中 这样梳理好 那你端上桌的时候呢 大家夹的时候就比较方便了 好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